今天我们要讲唯心净土 所谓心净则国土净 有的人就会怀疑 那我的心清净当下就是净土 那何必求生西方净土呢 今天要用偶艺大师的法语来破斥 让我们真的明白何谓唯心净土 真的明白了才会至心发愿 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我们先来看何谓心 五人现前一念心性 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现在无继 这可以用佛的三生来解释 佛有法生报生硬化生 法生它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因为是我们本具的心性 它是无始无终的 那报生它是一个智慧修得的自受用生 所以它是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 所以是有始无终 硬化生它是像佛陀2600年前在印度的视线 那个就是有始有终的 所以我们的佛性它是无始无终 它是常住不灭的 那它是健在无忌 它是宿穷三级横遍十方 完全没有任何时空的障碍 我们的心一想到三十年前的那件事 马上就浮现在眼前 如果我们的一念心观想我们未来去西方的景象 一观想它也马上就现前 所以我们的这念心 它是心力不可思议 完全是没有边际的 那在空间上来讲 它是密之了不可得 而不可未无 你要找它 但也找不到 像阿南一样 七处真心 心在内在外在中间 密之了不可得 就像我们上辈子可能是个男的 现在是个女的 思想完全不同 你说哪一个是你的心 找不到 但是你也不可以说它是没有 它只是自信空 但是它又应用千变万化 而不可未有 它又在作用上面 有无量无边的作用 因为它是因缘有 也不是真实有 但是是有因缘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 圣狂之分在乎一念 我们可以一念是个恶人 像直一样的僵阳大道 无恶不造 那我们可以一念善 变成一个大顺 它是孝涕中性的圣贤人 所以我们说一念你 你生死浩然 一面物轮回顿袭 完全就在我们这一念心 那在体上面来讲 三世诸佛 一切众生从无二体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我们跟众生真的是一体的 真的明白的人 他就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上和十方诸佛 本庙决心 与诸如来同意磁力 下和十方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意悲养 他就会真正的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因为我们是一个法身 那在作用上面来讲 十方虚空 成差差别 皆五心所限之相分 所有的气势间 都是我们的阿来烈士 变现出来的伊他起的相分 如果我们的心是染污的 就创造染污的伊他起 像我们现在的五卓二世 这个娑婆世界 就是我们染污的心所变现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的心是清净的 就会创造清净的伊他起 就会像是极乐世界一样 清净光明 万法为世一心 真的是我们的心造出来的 世故四种净土 皆不在心外 乃名为心 西方极乐世界的凡胜同居土 方便友谊土 时报庄严土 长吉光净土 就是我们的心清净的程度 而显现出来的四种土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全部是我们的心所造的 为极乐不极为心 则西方起在心外 而五心取极东方则灾 如果极乐世界不是为心 难道西方是在心外的西方吗 那你的心是在东方吗 你可以这样去分吗 不可以 因为他们东方西方 没有这样的分别 全部是我们心所变现的 这个就是告诉你为心净土的真相 那有的人又会继续问 人为诸有为法 皆如梦幻 有的人就说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元气信空 也是梦幻泡影 那不用求生 这个就是偏空的学者 不知信性 不可换作有为 不可换作无为 我们这一面心 你不可以说它是有为法 也不可以说它是无为法 因迷故 即无为成有为 有三界轮回因果 欲如梦幻泡影入殿 因为我们迷的缘故 才会无为法都变成了有为法 所以它就是梦幻泡影了 所以我们这一生 因为我们执着相 所以我们要观察 这一生是一场梦 不管你在富贵那也是梦 你在潦倒也是梦 根本了不可得 它像幻化出来的 魔术师变现的像状 它像水泡一蹦就没了 像影子摸不着 像露水是短暂的 像电光它是刹那的 这个就是空观 我们执着相 所以要观察空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 若返迷归物则又急 有为成无为 如果我们能够反弥为物 那所有的有为法都变成了无为法 如梦得醒 换副本 泡归水 饮归直 路不亦失信 殿不亦长光 如果我们那个反弥归物 那就回到了中道实相 不只是空观 现在是中观 这个空观是观真地理 中观是观中地理 梦得醒就是觉醒醒过来 我们的幻象回到了本质 泡泡回归了水 影子回归了它物质的本体 露水它回归了湿性 电回归了长光 我们把一切空向回归到心性 这个才是诸法的实相 今念佛求生净土 正反弥归物 至圆至顿 我们现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它就是反弥归物 它就是至圆至顿 马上回归我们的中道实相 真如佛性的一个法门 要是 以梦幻扫之 可乎哉 如果我们用梦幻这两个字 就把它一概的扫过去 那真的是辜负了佛陀的教导 所以我们学中观般若的 不可以偏空 一定要回归心性 回归中道实相 偶一大师又继续的破斥 今人与梦幻妻子家园 不能当下割舍 梦幻公民富贵 不能当下远离 梦幻苦乐寒暑 不能当下去破 乃至梦幻诗文积风转语 不能当下拓去 独于梦幻西方 则不求生 亦大祸矣 我们眼前这些都放不下 都空不了 但是要空掉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最大的迷惑颠倒 我们眼前的妻子家园 就是情职 功名富贵 名利心 苦乐寒暑 对顺境逆境的直取 每天生烦恼 或者是禅宗的疾风转语 我们对这些禅宗的问答 辩论 产生了法治 这些都放不下 但是要放掉西方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最大的迷惑颠倒 我们学习大圣佛法的人 他一定是双向思考的 我们一定是 艳离娑婆心求极乐 艳离苦极心求灭道 他一定是有所放下 有所提起 一定是双向的思考 好一大师又继续的说 夫一对待而论 娑婆活祭 天梦者也 求生净土 请梦者也 不可不求生也 我们现在在这里 娑婆活祭 他是越来越增长我们的迷梦 就像我们睡觉 越睡越颠倒 越睡越想睡 这里是一个仗道的地方 是让你沉沦的地方 可能以前都是大修行人 但是转道的今世 已经上根都不见了 已经沉沦到这个德性 真的是悲哀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醒梦 能够让我们成就圣道的地方 在阿弥陀佛的48大院里头 就有一个院 叫做注定正灭院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不注定聚 必至灭度者 不取正觉 如果来我的国土的人 不是注正定聚 我们有不定聚 邪定聚 还有正定聚 邪定聚就是完全是恶的 不定聚就是像我们 跟好人在一起就好 跟不好的人在一起就学坏 到西方 全部都是正定聚 全部都是十诸位的菩萨 完全不会再颠倒了 这个就是墨学最想要得到的 所以一定要求生祭土 然后你不会再做天人 或者是恶秤 你一定是必至灭度 成就大波涅槃 会成佛的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 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 因为它是一个醒梦 那又继续说 一绝带而论 霍业敢于三界 恶梦也 念佛生于净土 好梦也 亦不可不求生也 我们现在这里是 霍业敢遭三界的苦 因为我们的贪嗔痴 照杀到营 就会有地狱恶鬼畜生 这真的是一个恶梦 一场醒不来的痛苦的恶梦 苦不堪言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里是好梦 这我得佛 国有地狱恶鬼 出生者不取正觉 如果我的国土有三恶道 我就不成佛 这是欧米陀摩的第一个大愿 你要是不了解说婆的苦 你不会知道这个愿有多么的重要 再也没有三恶道的痛苦 这是多美好的事 而且这里完全是 一个苦不堪言的世界 到那里是甜美的 是完全快乐的梦 阿弥陀佛第39愿 它就是乐如漏镜愿 设我得佛 国中天人 所受快乐 不如漏镜彼丘 者不取正觉 来我国土的人 他们所受到的快乐 就好像四国的阿罗汉 他已经是灭尽定的圣人了 完全没有见识或 所以他那种快乐 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到西方 就是受这样的快乐 所以一定要求往生 不可以不求生 以前就有一个姚婆 她每天的日夜 就是观想意念西方 从早到晚从来都不间断 她还昏的时候就做官 清晨的时候就异想 已经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她行时也辞 送阿弥陀佛 坐时也称念阿弥陀佛 已经忘记了苦乐寒暑 春夏秋冬 完全都不知道 每天就是观想西方 有一天正在向西方念佛的时候 就看到了阿弥陀佛忽然的显现 那些向好光明 就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 她就非常的欢喜 当时的法师也大大的称赞她 就告诉她说这个所有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十万亿佛国土外的境界 其实就不离开我们的一面心 因为她一心一意的观想 她就看到了 她就成就了 所以不可不求生 那欧义大师又继续的破斥 她就说 有的人或者又约 当下即净土 何必西方 如果当下就是净土了 何必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这个是对于学天台的人 有的人就执着本具佛性 那就不用求生净土了 这个还是一个直理废事 是不可取的 欧义大师就反问她 当下即保暖 何必吃饭 穿衣 当下即富贵 何必获值科奖 当下是学问 何必读书 当下是地经 何必北上 如果当下本来就饱满 那你何必要穿衣吃饭 如果你本来就具足富贵 何必要做生意 当下就有学问 何必读书 当下就是北经 何必还要北上 即世间法毫不可废 何读与出世法而废之 世间上的小事都不可以废除 何况是往生成佛的大事 怎么可以废除呢 我们要知道 即世即理 世不爱理 理事应该是圆融的 苟生思辞理 净土之身 万牛莫玩以 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 就算是一万头牛 也不可能挽回我们的决心 天如大祖师云 悟后不愿往生 甘宝老兄未悟 禅宗的大德都说 如果一个人开悟了 但是不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人一定没有开悟 所以真正的明白教理 真的学习中观为世 天台的人 他一定会不弃因果 一定会明白 尿因尿果不离一心 我们当下发愿 我们就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何思娑婆报尽 方欲争持 此今信愿持名 连耳光荣 金台引现 便非娑婆界内人矣 我们现在好好的发愿 求生西方 我们那里的花 现在已经很漂亮了 而且金台已经显现了 已经不是娑婆世界的人了 我们说释迦父起 不亦思言 如果释迦摩尼佛 在复活起来 他也是讲同样的道理 也是开悟的人 是不弃因果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我们唯一的愿望 今天是新年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梦想成真 往生净土 好谢谢大家 奥弥陀佛